欢迎收看9月16号星期天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是林森 VOA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今天第一个小时节目的主要栏目是 解密时刻和英语教学 首先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中国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各地反日示威游行进入第二天 公安武警基本保持观望和戒备没有阻止 广东省多个城市的民众星期天上街抗议 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 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 在广州数以千计的人游行到日本驻广州领事馆 在佛山示威民众打着抵制日资日货的横幅 并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宣战 在深圳愤怒的民众向日资商家扔杂物破坏财产 并以逮捕激进示威人士的防暴警察冲撞 警方向在市政府前要求放人的示威人群喷射水炮和催泪瓦斯 在北京和上海等多个城市 星期天继续有数以千计的人到日本使领馆前示威 星期六中国几十个城市同时出现反日示威 在西安 长沙和青岛等地 示威民众对日本车行 餐馆 日资商店 甚至私人和警方拥有的日本造汽车打砸抢烧 但警方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制止和逮捕相关人员 美国下令美国驻苏丹和突尼斯使馆的所有非必须外交人员撤离 美国国务院星期六的命令还告诫美国公民 不要前往反美暴行增加的苏丹和突尼斯 星期二开始的暴乱杀害了美国大使史蒂文斯和其他的三位美国人 也有些示威者死亡 星期六穆斯林世界有些地区恢复平静 在野门连日发生抗议反穆斯林影片的示威之后 基地组织在野门的分支呼吁对美国使馆采取更多的暴力行动 美国加州警方盘问了据称与制作反穆斯林影片有关的一名男子 这部影片在穆斯林世界引起了充满暴力的示威活动 警方官员星期六说 纳库拉巴斯莱纳库拉在他家附近的塞利托镇接受了盘问 警方试图查清他是否违反了2010年因银行欺诈案而被判刑的缓刑规定 他们说他的缓刑规定包括五年之内未经许可不得使用电脑或者是互联网 有关当局说纳库拉目前没有被逮捕或者拘留 这部影片因为亵渎了先知穆罕默德而在中东非洲和亚洲引起抗议活动 巴基斯坦北部官员说 一枚路边炸弹炸了一辆乡型客车 至少造成12人死亡 当局表示星期日在阿富汗边界附近的部落区夏迪尔区发生的在场爆炸 还使得7个人受伤 夏迪尔区经常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 袭击者是来自边界对面的当地伊斯兰激进分子 新党选的索马里联邦共和国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表示 星期天他正式就职后的第一项命令将是恢复治安 马哈茂德本星期早些时候差点遭到暗杀 星期六 马哈茂德在摩加迪沙戒备森严的总统官邸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他提前三天于星期四在严密的保护下抵达总统官邸 之前发生了三次自杀炸弹爆炸杀手袭击 他下榻的摩加迪沙酒店的事件 至少有四人包括三名杀手在袭击中丧生 马哈茂德总统是一名学者和政治温和派人士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栏目 有些人有写日记的习惯 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描述和感想 通过一个人的日记 人们可以增加对他的了解 今天的解密时刻向大家介绍的是 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日记 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中华民国已 über 中华民国已丧�porter 中华民国已 inadequate 中华民国已 discuss 我們祝你這個國家會強調和支援 我們的領導力在這個重要的地方 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 尖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因此人们还可能通过一个人的日记 了解到其他途径无法知道的秘密 今天的解密时刻 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日记 据说这部日记记录的一些内容 可能颠覆我们对蒋本人 甚至对中国现代史的部分认识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翻阅这部尘封数十年的日记 透过字里行间认识一个你未必真正了解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的唯一真本 受蒋家的后人委托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 我们特别邀请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戴军女士 向我们介绍他参与保管的蒋介石日记 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到台湾之后 那些显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1949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 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 共产党由弱变强 国民党由强变弱 这究竟是为什么 蒋介石开始反思 国民党开始改革 蒋介石的日记记录下当时他反思和国民党在台湾改革的点点滴滴 四九年之后呢 国民政府就退到了台湾 共产党就在中国大陆成立了中华民共和国 蒋介石的日记里边有没有反省这件事情 怎么样把这个大陆丢掉 谁丢掉了中国大陆 那太多了 我想1949年不但对蒋介石本人 对整个的中华民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 蒋介石在1949年的日记写的特别的多 虽然是在打仗写的特别的多 几乎每一天都是反省 因为他一直想怎么回事 为什么 所以他后来归纳 他不但是49 他到50年继续的反省 他归纳几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失败 第一个他认为外交 他说不能够信赖或依赖他国 因为过去对美国太依赖了 他自己讲 他说我呀是傻中之傻 就不应该信赖美国 那么另外一个他就说党 他就党的整个的涣散了 党员没有信仰 对三民主义没有认识 然后党员离心离德 党也没有党纪 完全是没有办法控制了 他说军队士气荡然 他在日记里很多 他说这些带兵的人 每到一地就先想好自己后退之路 然后等到这个战争不利 带军的这些将军们自己先跑 然后把军队留在这里 他说这怎么可以打仗 所以这个军队也是整个的士气 都完全是一塌糊涂了 那么当然是经济 因为最后的这个稻草 压死这个骆驼的这个稻草是经济 财政方面的他也有很多 但这里他很责备宋子文 他觉得宋子文在行政院长时候 他把黄金拿出来允许人民兑换 允许兑换 结果兑换一下 库存一半的黄金就没了 反而并没有 但是并没有稳住这个金融 所以他说子文误国 他就好几次就讲说 谈到今天他说就怪子文一人 事实上没有那么单纯 那么另外他有很多 他反映他自己 他就说他自己 这个有很多的缺点 他自己有很多的谈话 讲到他自己做什么 他就说他自己这个人呢 太就是太管事情 管得太多了 他就说他自己太交金 太自斥 太忙活 不能够 不能够虚心 而且不客观 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听人家讲话 所以他说 他是轻浮急躁 个性太强 凡大小政策 无不自信自觉 因为这样说 以至于无人禁言 他都不敢跟他讲话 你自己决定好了 不能够及时广义 折中至当 所以他对他自己 倒是很多很多的 非常有反省 非常多 他实际上在49年 好几次他觉得 他说 己无面目 在天地之间 他想一事 顿事 他想躲起来 甚至于他想 自杀一切国人 事实上你知道 当时国民党 很多的大员 只有三个选择 一个投共 另外一个是 不愿投共的 就跑走了 到香港 澳门 到美国 去做羽工 第三种是什么 自杀 很多人都自杀 蒋介石身边 最信赖的 最亲的人 一个是陈布雷 另外一个就是 戴季涛 他们最后都选择自杀 所以蒋介石 也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他还是 他讲 他说这是我闯的祸 我犯的错 他说我要赎罪 他必须要重新的改革 所以他当时就想 要寻找一单纯之地 然后另起炉灶 重新改革 那么这是他对他自己的反省 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 他觉得误学了美国的民主 就是位极民主而强行民主 也就是说 1946年开始行线 可是那个时候 整个中国的条件 还不承认 条件不具备 勉强地去行线 反而搞得一塌糊涂 那么这也是他认为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 他就讲 他说 他说就是 本党啊 对于这个 总理的三民主义 没有切实的执行 特别是民生主义 他在反省里面 他讲 因为他下雨以后 他回到凤化 他在凤化住了三个月 在他的家乡 他到处走 他说啊 我自己的家乡 本党执政已经二十多年 我自己奉化的人民 生活跟二十多年前 没有什么改变 他说本党的人都在做官 没有好好的这个执行 总理的这个主义 所以他说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的 在经济上重新改革 切实地执行三民主义 所以我想 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反省 所以后来到了台湾以后 他做了一些改革 那么也都是根据 他这些反省 比方说他进行的土改 比方说他允许地方 有一些自治 甚至是在后边 在这个政党选举方面 他允许这个党外 这个人士来参选 进行独立参选 和这个执政党的 这个人士进行竞争 而且很多的党外人士 是获胜了 是 当了地方首长了 对对对 这个在这些东西 在蒋介石的日记当中 有反应吗 很多很多 比方说他到了台湾来以后 他到台湾以后 第一个这个举办 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 就很像中央党校 对党员做思想上的 一个重新的教育 然后他组织了 这个改造委员会 对国民党 对整个的这个组织上 做重新的这个改革 那么以前 很多地方没有做 现在做了 他以前的日记常问 为什么这个大学老师 都不听我们 都跟着共产党走 为什么妇女都跟着他们走 为什么青年学生 老是反对我们 那么他做了很多的改革 那另外就是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刚刚你谈到 这个地方自治 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在50年 想要指 想要开始地方自治 国民党里面都反对啊 50年还是风雨飘摇啊 台湾还是风雨飘摇 要戒严 戒严时代 还是戒严 戒严 勘乱时代 大家都讲 你这是不切实际嘛 不切实际 可是他觉得 他说退迟一步 别无死守 我们当年就是没有 好好执行 总理的这个遗教 就是三民主义 我们现在到了台湾以后 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做 所以他说要举行选举 举行乡镇市长的选举 还有中央的这个 台湾的这个县市长选举 省议会的选举 都是直接选举的 当时大家都很害怕 可是他坚持要做 这里面也很好玩 因为虽然蒋介石说 他是这个总理的信徒 他要实行民主啊 民权民生什么等等 其实中国三千多年来 没有真正做过直接选举 谁也不知道 这个真正的民主 是怎么回事 万一真选先就怎么办 对啊 所以蒋介石也好 承承一下 他其实都不知道 他们是有这么一个 一个决心 想要做 他们不知道 那么所以后来 因为大家都说 你这样很危险啊 因为我们外省人 就是从大陆来的 外省只占人口13% 你选以后 你不是完蛋了吗 最后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了 所以内部反对 后来呢怎么办呢 折中就把它缩小范围 比方说 这个台湾一共 只有21县市 它把它分成八次选举 因为这样比较不会乱嘛 比较不会乱 那么第一批 就是台中市长的选举 我跟你举个例 非常好玩 那么台中市长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有一个人姓林 然后呢有一个非国民党的人姓杨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不足轻重 这国民党跟这个非国民党两个人 一开始就是竞争 而这个非国民党这个姓杨的 叫杨基仙 杨基仙是台中的市家 他的叔叔是当时台湾省民政厅厅长 杨昭家 所以他一路领先 所以很多人讲 他开玩笑 台中是台湾省中部第一大市 万一这个第一任的市长 落入到别人手里 那我们国民党还有得混嘛 所以很多人在蒋介石面前讲 所以蒋介石有一天 他也忍不住了 他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吴国珍 沈主席嘛 吴国珍 他说啊 你叫那个姓杨的自动退选 他要加手不让干了 他不要他选 民主选举不干了 可是他还不要说 我不让你选 要你自动退选 因为他不愿意担这个骂名 这个日记他写得很清楚啊 我一直到前几月才看到 那么吴国珍 吴国珍是在美国读的书 他当然觉得不好 但吴国珍还是听他的话 去跟这个姓杨讲 所以他日记讲 他说国珍来电 说杨某啊 这个答应同意退选 态度良好 结果他马上就后悔了 因为对方态度良好 他又觉得他说 此举事有不当 就是我今天这样干涉 他后悔了 事有不当 他第二天又在想怎么办呢 结果第二天 吴国珍跑过来跟他报告 就一直讲前讲 说你这样不对 他就说国珍甚啰嗦 但是呢 于呀我呀 于有错 所以只好忍耐其啰嗦 然后缓言告知 告诉他 那我们来想办法 有没有补救的方式 第三天他又思考 然后到了29号这天 12月29号 他又打电话给吴国珍 他说叫国珍通知杨某 允允许 允其继续参选 那么吴国珍又告诉那个人 那个杨也很大方 又同意继续参选 再回来 结果呢 等这个电话打完以后呢 他日记就写 他说啊 这样子于心啊 才稍有稍可畏也 比较安慰 即使本党失去这个选举 亦无愧也 那么于心亦无愧也 那么当然最后很不幸 果然这个杨某当选了 而且是高票当选了 所以第一任的台中市长 是一个非国民党 那么有了第一任的台中市长经验 到最后最后选举是台北市市长 这是临时的首都啊 那么出现一个黑马 很强无三连 是一个本土的人士 那不得了 国民党根本推不出人来跟他竞选 怎么办呢 也是国民党内部很多的讨论 也说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不准他参选 可是因为有了台中这个经验 蒋介石就说 还是允许他参选 最后国民党是礼让 所以第一任的台北市市长 也不是国民党的人 所以当时很多人很害怕呀 但是正因为 对我觉得啊 正因为国民党基本上还守住了最基本的原则 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对所以呢 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 愿意加入国民党 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蒋介石去世以后了 那么台湾最后开始走向民主化 解除了这个戒严时代 然后呢解除了党禁 解除了报警都开放了 这个当年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里边 尽管这些没有在他的治下实行 他有没有说到这些东西 我想他没有想到那么多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到 因为他其实是上一辈的人 他只是觉得西方的民主是很好 他也并不知道民主到底怎么样来做 所以我觉得从51年开始这个选举 对他来讲都是 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学习 对他 对陈臣 对其他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讲 都是一个学习 那么他们想干涉 可是最后他发现不干涉 反而好 而且你尊重台湾的人民 信任台湾的人民 台湾人民自己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就是说他在总结经验子 是不是也总结过这个 就是说当年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 国民党的这个腐败 是不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他日记讲五子登科 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骂国民党五子登科 他在日记讲 他说抗战胜利复原 他说党员只想到这些 五子是什么 就房子啊 车子啊 金子啊 女子啊 什么这些 五子登科嘛 就是说你复原你好好的建设 可是大家都去抢 把房子拿来 然后还有抢女人 然后抢这个车子什么等等的吧 他说党员心中只想这些 那么这个治党国于何地 那么他其实 他其实对于国民党里面的问题 他是蛮清楚的 只是说当年在大陆时候 他没有机会来改革 因为一直都在征战之中 没有机会来改革 所以我们到了台湾 以后我们看他的所作所为 其实都能够在他在大陆的日记里面 找到他的根源 从1949年退守台湾 到1975年去世 蒋介石最希望成就的事业 就是反攻大陆 然而 他心中的矛盾纠结 和国际形势的多端变化 使他始终未能容忍 对于这些 蒋介石在日记中都有所记述 我相信蒋介石 他把这个经济建设是交给城城来做 他自己就是外交跟军事 最主要就是反攻大陆 他认为怎么样可能呢 这个被大陆打出来了 那以这个台湾这样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基地 人数上面 力量上面 他认为有这个能力 反攻回去吗 我觉得蒋介石的个性 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他坚忍不拔 绝不驱挠 你看北伐 他就那么一点兵 他就北伐了 抗战 中国这么样贫穷落后 他也撑下来了 对不对 从918开始 不可能变成可能 是 他真的领导了这么庞大的人口 贫穷落后 文盲 跟这么进步的日本 也 今后也拖了14年 最后赢得胜利 然后内战 他一败涂地 可是他在台湾 他也站起来了 是不是 那么所以我觉得 在他的心中 他认为就是 人定是胜天的 他日记里边有这样写吗 他有这种 他等待机会 他等待机会 韩战就是他的一个机会 韩战 就是50年发生的这个韩战 他觉得机会来了 他立刻很兴奋 因为一听到韩战爆发 他立刻在总统府 召集这个军事首长 大家开会 马上要派军队 想派一个军 要三万三千人 要派出去 然后马上就说 我们三万人是不够 我们接下来 希望派十万人去 就是帮助南韩打仗 是的 帮助南韩 因为他跟李承晚总统 是交情是很好的 他们都是反共的嘛 那可是呢 很不幸 就是美国并不希望 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射入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不想掀起大战 他怕又掀起 因为就复杂了嘛 美国认为你这是韩战嘛 你这边不要再搞进来了 所以美国不希望 因为二战才刚结束 不想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基本上是美国 给这个国民党浇了冷水了 所以最后蒋介石也明白了 他也不希望事情恶化 也不希望事情复杂 他明白了 就是说国民党 这个韩战不是个机会 可是韩战之后 到53年最后签了 这个停战协定 在整个的50年代 国民党在这个东南沿海 所谓突击队啊 这种短期的上去就跑 大概前前后后有80多次 那么这个基本上呢 是小规模的 小规模的 这最主要是幕后 策划的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就CIA 他们当时用那个名称叫西方公司 那么就是挖人啊 突击队上去啊 上去干什么呢 第一个就制造纷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获取情报 因为铁幕嘛 大家没有办法知道 里面到底搞什么名堂 所以他要靠他们去 拿很多的情报 但是这种小打小闹呢 已经没有办法 可是蒋介石一直在等待机会 那么但是我想 后来中美签订共同防疫条约 美国很明白的跟他说 就是不希望在台海两岸 再有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的冲突了 所以他大概到了50年代底 60年开始他知道没有什么希望 这个是他在日记里边说了 他心里明白了 尤其是蒋经国访美之后 美国明确地跟蒋经国说 就是说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 因为蒋介石一直心不死嘛 是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争端 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并不希望 蒋介石所谓的反攻大陆 美国是要维持现状 那么中国和美国其实是敌人 那么这个中国是公开的 这个骂美国了 而且在这个朝鲜半岛上面 是打的是很激烈很热火 这一个过程中 美国有没有任何的时候 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蒋介石的力量 跟中国对抗 有好几次 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 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 特别是后来跟中共对峙的时候 尤其像文革以后 美国有好几次是如此的 那么这就很好很有趣了 就当美国想到 要国民党来担任某种角色的时候 蒋介石反而退缩 为什么 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记录 比方说在韩战的时候 杜鲁门曾经想要用原子弹 因为当时有人提起来 蒋介石知道这个事情 他马上写 他说杜鲁门跟美国朝野 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 应设法打破之 不能让他用原子弹 因为他认为 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民 不应该用原子弹 那么到了54年的时候 美国甚至于想用氢弹 想用氢弹 对付越南跟中国 那么他日记也讲 他说美国将以氢弹原子弹 对付越南中国 必使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 不要让他们来用 千万不要让他用 不能让他用 54年的4月10月都发生这个事 58年就大要禁的这个时候 对 那么美国里面内部又有 他觉得中国现在大乱 正好是一个打破他的时候 那么也来找了跟国民党 那么可是蒋介石 他也很想这么做 但是呢 他说不能够用原子弹 不能用 他认为这用原子弹 是对付自己的人民 是不对的 那到了文革 那个时候都还有一些机会 但是呢 当然这种 你知道美国内部 也是有不同的意见 也很纷争了 所以这些想法 最后都没有执行 中共建国没多久 这个武汉曾经发生一个大洪水 好像1953年的时候 这个洪水是当时死了不少人 很大的洪水 所以当时就有人建议说 你现在趁机会是个反共的好机会 他就很斟酌 就是你刚刚谈到 他就太人了 他就说我要反共 我也不能趁这个人民 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都在洪水 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是救灾才对 这不是谈反共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 那几天 这个洪水大概前前后后 有两个月之久 所以他非常的注意 这个每天日记写了很多 本日什么武汉的水灾 灾民如何 湖北情况 水深多少尺 有多少灾民死掉了 什么 他很注意这些事情 他其实人在台湾 虽然是在台湾很努力的建设 他的心心念念还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反共大陆不成了 各种方式都觉得 无路可走了 他对台湾前途怎么看 是 最近还有个朋友问我 他戴军啊 他说你看 蒋介石虽然1949年失败了 那么悲惨 可是你看台湾后来经济起飞 他应该很高兴吧 台湾的发展 他应该很高兴吧 我说没有 我说看他的日记啊 他都是非常的忧虑 很多心心念念 想要回到中国大陆 然后一心都是中国大陆人民 怎么样怎么样 中国大陆的水灾 他非常痛心 他很关心中国大陆的水灾 文化大革命 什么大药境 有这个饥荒 他都非常的关心 那么当然 这个整个的大的情势 最后他没有办法 在军事上反攻 那最后怎么办呢 他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再 用软实力 用软实力来反攻 所以他最后在台湾是叫做 叫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提出来是建设台湾 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建设 不仅是在经济方面 他特别后来就成立一个叫文化复兴委员会 那么中国大陆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摧毁传统文化 那么他在台湾就特别的要 推动保护传统文化 他重视教育 重视学生 重视科学 他最后提出来民主科学教育 这都是他的一些想法 蒋介石希望通过文化复兴 用中华传统固有的文化 来推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在1971年纪念国父 及庆祝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大典上 呼吁把台湾建设成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 我们顾父一生是一个顾民革命 远旧日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本就起 再造一个照明寡廉的新中国 所以顾父说 中国有个精通思想 是秒钟云场文物究竟 以至于控制 我的思想 就是激进这颗精通的导致思想 来发扬光达 用说 要发扬固有之文化 才学习世界之文化 以至于知名作 过去于世界 以凶制于大典 以后我们国父之代神 却成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七名扫斯 而是栽造以后 张念法力之行中国的大典 那就是我们有这年来 始终坚持到复兴中华文化 关切诸明诸明的这个北京的指标 江介石反共大陆虽然未能实现 但是1949年投向共产党的原国军将领副作义 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长的同时 似乎仍然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 曾经与蒋介石暗中联系 在中国大陆贵为国母的宋庆龄 也对毛泽东的很多政策感到不满 因此在对毛规劝畏国后 一度考虑离开中国 曾经在这个过程中 傅作义给蒋介石写过密信 这个事情我看了也吓了一跳 那么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有学者看到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在查 没有人把它写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其他的考量 那么这里面很有意思 这是蒋介石在1963年 1963年的8月9号 他的日记写 他说负逆作义 逆就是逆反的逆 负逆作义叛变嘛 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 写什么呢 西贡所能四字 四个字 西贡所能 密告语语 秘密的跟我来联络 但其他没有句名 他就写了西贡所能 那么可是呢 观其笔迹啊 却是真笔 是他的真姬 因为他们都认得嘛 所以他知道是他的亲笔 所以呢 他是有这么一段 那么他说的这个所谓的西贡所能 西贡所能就是 我愿意尽心尽力的跟你 提供给你嘛 就离应外合嘛 提供一切 提供一切的意思嘛 傅作义早年参加辛亥革命 1927年跟随严锡山参加北伐 后依附蒋介石 协助其对付凤系军阀张作霖 为扭转战局立下战功 但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 又与国民政府为敌 惨败后再次投奔蒋介石 抗日战争期间 傅作义率领59军 参加长城抗战 取得抗战第一场胜利 国共内战开始后 傅作义率随远部队 连克解放军部防的吉宁 大同张家口等重镇 多次击败聂荣真兵团 后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1949年平津战役后期 傅作义率北平25万国军 投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傅作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和水利部部长等职 正好就是三面红旗之后 这个大饥荒的时候 整个中国大陆 这时候非常的惨 所以傅作义 他们也看到了 这些想法 我想他可能也后悔 他也后悔 认为当时 自己做的很多事情 他也蛮后悔的 所以他才会带了 这么一个密信 给蒋介石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有什么反攻的行为 或者有什么我能做的话 我息共所能 我尽我的力量 我来离应外合 那么蒋介石的日记当中 除了说到这一点之外 还提到其他吗 这里面傅作义的事情 一直进行了六个月 六个月 六个月 但是呢 都是一笔 就是可见他们是有联系 就是彼此之间联系 同时他也想 这个本下周的这个预定 要做什么 他说讨论复逆什么什么之事 就是复作义这事情 我们要提出来讨论 但是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 他没有说为什么无疾而终 没有 因为我想整个大情势的发展 我们也知道没有机会 主要也是没有机会 同时这个也是很谨慎小心 这里面就很有意思 我就觉得因为复作义也好 蒋介石也好 他们当年都是在一起的 彼此都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有默契 复作义信得过蒋介石 万一蒋介石把这个拿出来还得了 那复作义马上要掉脑袋的 他信得过蒋介石 同样的就是蒋介石 在某些地方也信得过复作义 为什么呢 因为在49年 复作义已经投共之后 蒋介石还派飞机到北京去 载这个学人出来 那么西院的机场还让他们起降 那么这都是双方的默契 像复作义类似这个 我是不是就是说只有复作义一个人 有这样的这个表示 从大陆里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国军将领 有这样的表示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如果是说从蒋介石日记本身来看 那么复作义是一个最明确的一个例子 那么其他的我们从其他的档案 以及我自己跟这个家属的接触 比方说像宋家的接触 我就晓得这个宋庆龄啊 宋庆龄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 他认为做的不对 指的是哪一个时段 从大要进三反五反反右大要进文革 宋庆龄大概写的七封信给毛泽东 他就是认为说你这样子做 你不能说服我 那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毛泽东一开始对他很客气 到最后就火了 他就说他不想的话就走吧 那么当现在这个这七封信呢 是一直都没有公开 那可是他们的宋家的家属跟我讲 就是他们当时是很认真的 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 宋庆龄想出来 所以这个谈谈 双方的这个接洽谈谈判的都到很具体的 包括就是说美国这边宋矮林 愿意付七百万美元的保证金 那么让宋庆龄出来 那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 那么都准备欢迎他来了 可是很可惜到最后 不晓得哪一位 就是最上面的一个长官 他觉得还是不行 他说国母如果走了不回来 那怎么得了呢 所以最后就 所以很遗憾 所以宋庆龄他们宋家姐妹 最后都没有再见到一面 坊间传说 中国大陆和台湾 曾经长期通过密室联系 探讨统一问题 两岸之间究竟有没有密室 中苏交恶 中美缓和 中日建交 日记中的蒋介石如何看待这些外交上的重大冲击 当年就是说这个反攻大陆 这个计划是不成了 他自己也知道做不成了 他有没有想过跟大陆再进行某种形式的统一 如果他反攻大陆不成的话 没有 或者说他有没有去想到国共的再次的这个合作 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 至少在他的日记上没有 没有学过 因为在现在坊间一些说法 一些这个回忆的东西 都说蒋介石在那个时候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 一直有密室的这个联系 这个联系还一直联系到六六零年代 这个后期才解释 都才截止 这个情况他日记当中有没有说过 我相信因为国共两党的很多人是互相是认得的 彼此有很深的交情 所以我相信中间的来往是有的 但是呢 所谓有没有真的密室 我个人很怀疑 因为我举一个例 比方说有一位先生叫曹巨仁 曹巨仁先生 那么他就讲到说 他这个担任国共之间的密室 传递消息 然后某年某月某日在日月谈 跟这个蒋介石先生报告 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么我们特别去翻这个蒋的日记 按照他所提的时间 我们就发现蒋里面 提到他只有提到一次 就讲曹逆 什么什么什么 说他是坏蛋 逆就是这个叛逆的逆 因为如果他信任他 就不会叫他曹逆 对 第二个就是这个日期 我们去查以后不对 就是他说在日月谈 跟蒋介石报告 可是那一天蒋介石人根本不在日月谈 所以当我也 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 就是说曹巨仁先生到底扮演到 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想国国之间 这种来来往往是不会断的 因为彼此之间千丝万缕 太多 但是有没有上升到 真正担任一个密使的程度 这点我个人是比较存疑 在49年之后呢 中国共产党是决定一面倒 投向苏联 要跟苏联结盟 而且双方是结盟了 但是呢 在60年代呢 开始呢 中苏呢 就开始分裂 尤其到了这个文革期间呢 中苏这个冲突 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 在边界地带 这个时候 台湾跟苏联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联系 说我们截起手 连起手来一起 对付中国共产党 这个故事啊 过去一直有传言 就是当年有一个 记者叫 叫维克多 大陆叫维克多 这个传的是非常多 这个日记 这有歧视吗 有的 这个日记开放以后呢 果然有歧视 国有歧视 这个Victor Lewis呢 他其实是苏联KGB的人 但他是以英国的 这个记者的身份 来跟国民党联络 那个时候 尤其是珍宝岛事件之后 中苏的交恶嘛 所以苏联就想找 这个中华民国 一起联合起来 来对付中国大陆 维克多 路易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曾经担任几家 英国报纸 驻莫斯科记者 真实身份 是苏联克格勃间谍 他当时故意向西方记者 透露机密 以便让西方报纸 刊登对克里姆林宫 有利的新闻 包括赫鲁晓夫下台 苏军即将入侵 杰克斯洛克 和苏联宇航计划等 1969年 维克多路易斯 曾经独家披露 苏联正考虑 对中国的核设施 发动攻击 维克多路易斯 同时向克格勃提供 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情况 那这个维克多这个维克多 这个维克多这个维克多路易斯呢 他还到了台湾来十天 所以这个事情是上了 上了这个议程的 他见了蒋经国 蒋经国当时是国防部部长 蒋经国也跟蒋介石报告 所以蒋介石日记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细节的这个描述 以后就继续的进行 所以呢 在不同的地方见面 比方到东京见面 在墨西哥 在巴西 那么在伦敦都有见面 这个事情一直在谈之中 到底双方能够怎么样的合作 做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 那么最后呢 蒋经国还把这个事情 交给当时的新闻局局长 叫魏锦蒙 因为魏锦蒙是蒋经国 非常信任是他自己的人 所以他把这个事情 让魏锦蒙来主管 所以以后就变成 魏锦蒙跟这个Victor Lewis 来对话 那么负责这个很多的联系 那么牵涉的人很多 不只是魏锦蒙蒙经国 我们驻日本的大使 中华民国驻日本的大使 驻墨西哥的大使 驻巴西的 都亲自来参与了 那么苏联派的人 也是相当的多 这个事情一直到19 一直到1969 70 71都还在 都有存在 但是后来为什么无疾而终 蒋介石到最后 他很多的考量 他觉得不能苏联狡诈 不可信言 他还是不能相信 他不能相信苏联 第二个 他说不愿意做吴三桂 应该是在70年代开始 中美之间 这个有发展 开始发展关系 尼克松 基辛格 甚至发了这个 什么上海公报 这样子 他对这些东西 怎么看 他很关心的 对于这个 基辛格到中国道路访问 后来尼克松访问 他都是密切注意 他觉得他们都是 都是违反了 叛逆了 都是这个 这个叛徒啊 都没有坚守 这个反共的阵容 那么他有很多 非常详细的批评 各种的破坏 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够自己 自己在这个纸上来埋怨 他有没有 就是说他的日记当中 有没有显示说 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 如果是不能阻拦的话 至少要减少这方面的 这个损失和压力 他其实讲是在 每一个战役 或每一个 不管是军事的战役 或政治战役 他是做很详细的破坏 那么这个 这个沙盘的推演 如何如何做 他都有 所以说你谈到了 这个联合国保卫战 那这是非常的详细 很精彩的 然后中日断交的问题 能不能够在拖延 能不能够阻止 以及后来基辛格 去访问中国大陆 尼克松也访问的时候 他都非常密切注意 他也有一些想法 但后来 当然是没有办法 在联合国保卫战中间 他还是发挥了作用 比方说当时是 我们驻美大致是叶公超 那么叶公超在美国呢 负责这些事情 在联合国那边 但是呢 另一方面来讲 蒋介石呢 他们又有第二管道 从透过蒋经国跟克莱恩 就是CIA驻台湾的主任 他们又发挥了第二管道 所以一个是正式的管道 跟白宫 另外有个第二个管道 这个是蒋介石的参与 都是相当大 可是到了这个中日断交 以及日本跟中国 这个签约的承认中国 以及这个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 蒋是非常的愤怒 但是他这个时候 我想整个世界的大局走势是如此 他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所以他一生都苦 尤其是当他在晚年 他也非常的苦 因为到了六年代以后 这个冲击跟横溺 一个一个接着而来 对他来讲都是不顺 虽然这个时候 台湾经济发展非常的蓬勃 可是蒋介石来讲 他更关心的 还是能不能够反攻 还是这个他能不能够中华民国 能不能够再重新回到中国大陆 但是很遗憾 就在他走之前 我们看他的日记都是 他只能够自我鼓励 就是天降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骨骑行之 劳其金骨 然后说主耶稣必赴我 赴予我以赴国大任 什么等等的 一定会保佑我 事实上最后他也是走了 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对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共产党 到底怎么看 儒教理念 基督精神 三民主义 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事 有什么影响 蒋介石的日记 皆是他心中的秘密 您看过他的所有的日记差不多 您感觉蒋介石是一个有现身精神的人呢 还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我也没有看过他全部的每一个 每一天的日记 因为几乎是很困难 因为数千万字 我想真正看过的人 几少几少 大概五个手指头都数不出来 那么我自己觉得 他是一个无私的人 为什么 他生活非常的简单 他的这个穿着 他的吃都是非常非常简单 他到了台湾来以后 一直都穿的都是一个轮胎底的 那个旧的皮鞋 那个旧的这个卡机铺 他的衣服都非常老旧 他是一生奉献给革命 他总觉得他对不起总理 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在他手上失掉了 他要把他再拿回来 所以基本上他是不是为自己 他是想为国家民族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他本人个人的这种 他个人的执着 他会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 这个我才能够领导革命 你想要来领导革命 你不如我领导的好 也因为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后来跟国民党里面 一些派系处得不好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贵系 李中仁啊 白冲喜啊 乐系啊 张发奎啊 等等的 所以他这个国民党里面 这个派系 他处理的不好 那么还有就是 他到了台湾来之后 他当选第一任的总统 连任了第二任总统 因为根据宪法 是连选得连任一次 所以基本上到了第三任 他不应该再连任 可是他认为 我呀 我的我要赎罪 我这个国家在我手上 这个大陆失掉了 我要带大家回到中国大陆 所以呢 我必须要带大家回去 所以我要再做第三任 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人 也批评他了 就认为是 包括他在台湾 为了要稳定台湾的安全 那么他做了一些 比较严厉的 在经济上是放 但政治上是比较严厉 基本上就50年代跟60年代 所谓的白色恐怖 那么我想这些 也就是大家批评他的地方 他继续当任这个总统 当然外界可能说他是权力欲望 继续要恋战 他自己的日记里边是怎么想 他认为是他是责无旁贷 没有能够反攻大陆的最大障碍 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在 他其实在这个抗战的时候 他就经常读这个 共产党的叫做参考通讯 共产党一个叫参考通讯 那他经常看这个马列的东西 毛泽东写的东西 他也经常的看 写的好的他也觉得很好 然后传给他的周围来看 那么在那个时候 他就经常自问 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 为什么大学教授 要跟着他们走 为什么青年学生 要跟着他们走 他经常自问 所以他有一次呢 还在写了一个问卷 给他周围的人 说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自己经常思考 他有没有就讲 为什么这个共产党的组织力 比我们强 为什么宣传力比我们强 为什么青年学生妇女 都愿意跟着他们走 可见他一直都想到这些事情 他有一次看到 中共的这个党的组织 运作的这个组织方案 他就讲 他说 他们很有效率 本党我们国民党 如果再不奋起直追 将败亡也 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 所以他其实 他认为共产党在组织效率 动员上是很有效率的 但是他也讨论过 为什么他最后 没有办法走共产党这条路 他觉得他自己讲 他写他说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 他说我们中国人是讲人 人 儒家讲人 他说基督教讲爱 他说我们对于这个人民 如果能够用仁爱来做 我们何必要阶级斗争 我们为什么要仇恨 那么所以他就经常有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所以他觉得他认为共产党的这一套是不足取 他觉得是行不通 他还是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儒家的 这个仁爱 以及基督的这个爱人爱民 他觉得这是一个他应该 他在跟共产党这个斗争中失败了 是因为他有人人之心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 比方你这样问我可以回答你一个 就是49年他不是本来想把毛抓起来吗 这个压起来审判 45年最后他还是把他放掉了 放掉出去以后毛泽东第一话就讲 他说蒋介石富人之人 那么可是我想蒋介石当然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 他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对儒家的信念 对三民主义的这个追求 以及最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经常谈到这个爱 谈到这个爱人与人之间的爱 他是认为这个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类努力 的这个动力 我个人觉得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几点 第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他在任何的压力 外面的压力 外务 日本的侵略 各种他都没有屈服 他一直维持着这个中国的尊严 中国的统一 他北伐抗战 那么甚至于到了台湾来 美国多少次都说希望台湾的军队能够用美事 发美国人的薪水 穿美国人的衣服 但是他都不允许 宁愿让这个国军拿很少的钱 他不愿意作为这个美国的附庸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他是有理想 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 他是有他的想法 他希望中国能够现代化 能够尊严 中国能够统一 中国能够在世界上站起来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一生的追求 我相信都是如此 所以很多的地方 虽然在追求的路程中 他跟别人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 这个目标是一样的 他是真的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 废除不平等条约 能够有尊严的站起来 那么第三个呢 我觉得他在 特别是在维持中国的尊严 国家统一上 我觉得他特了不起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和谈 跟日本和谈 或是投降 或是屈服 他都不做 他觉得在民族的大势大费上面 我们要有所坚持 虽然自己多么的这个痛苦困难 我们要有所坚持 国务手 今后国民 当中共产生于世界 发言以光浪败量的集裁 现在其中我们发挥一体典礼 一体光明 以发扬名字集裁 与世界的死地了 蒋介石率领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 如今已经六十多年了 今天的台湾 无论是经济发展 还是政治制度 已经同蒋介石在世时的台湾 大不一样了 他至死都没有再度返回的中国大陆 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是否改变了您对蒋介石的认识呢 我是李肃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VLA卫视 每个星期天晚上九点钟 VLA卫视播出海峡论坛节目 现在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 樊东宁介绍今天的话题和来宾 东宁 好的 谢谢林森 刚才在国际新闻的时间 林森已经报道过了 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 钓鱼岛的情势目前看来是一触即发 今晚的海峡论坛 我们就要和观众朋友们一块来探讨 两岸是否应该联手保调 稍后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 两位日本问题的专家 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 赵全胜教授 和台湾府人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 何思胜博士 就这个话题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林森 好的 谢谢东宁的介绍 欢迎继续收看 郭知音的VA卫视 接下来是今天的英语教学节目 梅语怎么说 illustration 各位 good boy faculty Uncle нить uncles �� 转 Edit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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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我的技术吗? 当然我认识 你愿意做一个宝宝吗? 我认识,可能是一个家库的食物吗? 当然,看着狗就不是特喜欢你 对吧,Buddy 好,你只给了自己一个自由的食物 所以看着,Buddy,你能搅拖一下吗? 是,你很好的狗,你能躺下来吗? 躺下来吧,Buddy,来吧,下来吧 好好的狗,对吧 谁是最好的狗在世界上 我的天啊,我怎么这么听你的话 太可怕了 他们记得已 goals 公司E童我 вод战肯분了 得好好好 有狗? 虾真的 你健康好 肯定能是一生子 revolten 不会有充满 它就极渴 fail,但NE甜人都会花在这并遇 让狗是腾干凌 我猜肝你很答应 我回答你了 你快要回答你了 我回答你了 我可能会给你一个小狗 有一个小狗 我一样的小狗 他招了你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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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给你一个小狗 你很可愛 很可怕,你也知道他是主任的吧 可能我和你交代一下 不停的吧 你怎样要保护鸭子 你甚至能保护鸭子的活动 哦,我的鸭子 哦,没问题,他们在更好的地方 尤其是,你不是在家的 什么? 你刚才说的吗? 别打了你们俩,好好工作 你总是跟猫和猫 那是她 你不要让他出点劲 我回来拿回去给他看 A dog really respects an alpha male It's time for me to bring you back to hell 大家好 我的中文的名字是爱乐 沙子头的爱和洛阳的洛 这是我的马子 我的胡子 It does leave me dog tired Oh sorry honey but it's going to take more than a shot caller to get me to give up my position as top dog You always fight like cats and foxes Get the owl off me down Oh that's sweet